另外还要关注的国际最新消息是北韩在今天证实了说星期二发射的是潜射弹道飞弹 对此美军印太司令部还有白宫都谴责北韩的举动 美国重申对日本还有南韩的防卫承诺 而白宫发言人萨西表示美国仍然准备和北韩进行外交的接触 白宫的发言人萨西也表示说北韩飞弹事射凸显对于对话还有外交的迫切性 美国的北韩特使今天就和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安全事务特别代表 以及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进行会谈讨论要如何跟北韩接触的议题 而萨西接着也表示美国准备和北韩进行外交接触 另外美国国防部的政策副次长提名人贝克在参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 北韩的行为让外界感到很忧虑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